中共一直在提升海上军力 而被中国誉为最先进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 经过将近两年建造调试之后 今天出海展开第一次航行实验 中国央视报道 福建号今天早上8点15分左右 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起航 根据航母造船进度 这次海事主要检测和验证福建舰动力 电力等等系统的可靠性还有稳定性 这艘航空母舰在2022年6月首次亮相下水 海事是航母服役前的最后一步 预料海事过程将耗时一年 上一艘山东号航空母舰服役前 就进行了9次海上试验 才正式投入运作 这个健康的地方呢 本来继续最远一个卖衍带 gusto 遇任是你们認知照 时分如培anos 友谈误 感谢观看